推动导弹 做好 预备 士兵发号施令 预备导弹攻击 日前我国总统蔡英文过境美国 与众议员议长麦卡锡会面 引发共军不满 展开联合力舰环台军演 中国官媒央视出最新军演画面 宣称共军东部战区的飞弹护卫舰 一度和我国巡防舰只相差五海里 相当于九公里的距离 在我目视距离大约五海里处 是台湾地区的宜安舰 我所在的东部战区海军徐州舰正实施战术动作 影片画面可以看到 一名中国海军手里拿着望远镜 而不远处的海面上 则出现一艘模糊的舰艇 疑似就是我国巡防舰一样舰 解放军东部战区更表示 各类兵种部队在同一指挥下 对台海周边实施模拟联合精确打击 以保持围倒禁逼态势 此外中国首艘航空母舰山东舰 也出发至台湾东部参与本次演习 两岸紧张的对峙情势 仿佛随时就要一触即发 面对共军动作频频 美国国防部前副助理部长 柯伯吉警告 中国不断扩大军事野心 不但有武力犯台的风险 最终的目标可能是要寻求 成为全球的军事霸主 柯伯吉表示 北京积极开发核动力潜舰和大型航空母舰 并且致力发展远程飞行技术 甚至扩及太空领域等 同时还不断寻求建立新的海外军事基地 这明显都是中国扩张军力野心勃勃的证据 因此美国和其他盟友应该要共同保卫台湾 让中国在扩军的第一步就受到严格抵御 如此才能有效束缚共军的势力 华语新闻黄语军综合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 黄语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 只要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